《大陸的星期間》 《大陸的星期間》 就這天晚上啊 敵我真地啊 一片歡呼啊 停戰以後 我們吃了一次油條 我心得不得了啊 就泊到山上去唱歌去了 就這樣 好高興的 把那桂架塞得滿山坡 都是白白的 談的 似的 但是要這樣別以後 究竟不願意離開 我回到祖國了 這個橋終於我又走到了 但是我們好多戰友 他們永遠不能回來 我們願意為我們的祖國 貢獻出我們一切的力量 甚至於我們的生命 一九五二年底 中國人民志願軍 在正面戰線上 已掌握了主動權 開戰之初 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 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 我叫張武 是志願軍工兵六團 三營的參謀 五二年的時候 工兵六團入朝了 直接就到了西海岸 1950年9月 朝鮮內戰爆發後不久 聯合國軍通過在西海岸 實施仁川登陸戰役 迅速獲得戰場優勢 一九五二年底 一九五二年底 聯合國軍企圖 在東西海岸 實施大規模登陸作戰 從側後切斷志願軍後路 張武所在的志願軍工兵 第六團 開始為反登陸作戰 構築共識 海岸 廣東 希望通常 朝鮮的天氣 一二月份 地洞的 我們那個一撬的下 都背影著 都挖不開那個洞 我們有任何人家 說 說一一城 再挖一城 笑一城挖一城 基本上我們幾天幾夜不睡覺的 這工地裡不得沾真的 1953年4月 志愿军仅用四个月 就完成了西海岸 反登陆作战准备 不久 张武在艰苦的异国战场 也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 6月中旬吧 派我到二次进去 接一张使工 我过过来在这个号团了 接到面 照片上两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 就是张武和张宇两兄弟 抗美援朝战争中 兄弟俩先后入朝参战 这是他们在战场上第一次见面 我49年离开家以后呢 一直回到没见面 他也告诉我了 我下面一个弟弟 我一年也参加军战校了 一门的第几三个都在部队里面 兄弟之前见面 过了相机嘛 我父亲呢 听说两个儿子在前线见到面呢 他很兴奋 就写了一首诗 年朝撞起义起龙 地覆前线胸下重 那时没地地头日 千里降上一笑风 我一直保证了 保证吃了多年了 我觉得很珍贵 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记录 张武兄弟在朝鲜相逢之时 志愿军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也让联合国军妄想的第二次人川登陆 成为炮影 1953年6月中旬 正在朝鲜停战谈判即将达成协议之时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蓄意破坏和平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的金城战役由此打响 现代京剧齐齐百虎团演绎的正是金城战役中 志愿军袭击南朝鲜王牌军队 白虎团的一段传奇 赵舜和就是齐齐百虎团的原型之一 拍这张照片时 他是志愿军第68军 2030-607团的一名侦察兵 金城战役中赵舜和和侦察派战友 共13人组成化妆袭击班 身形高大的副排长杨玉才化妆成美军顾问 其余的人则伪装成随形的南朝鲜军人 齐齐途中 他们意外俘虏了一名真正的南朝鲜士兵 公主一哥 我愿意猜点人数 怎么多了一个你 他一哥说 说你不是贵军考虑什么 问出考虑来 齐齐队伍以超人的胆略闯过数道关卡 直取李承晚集团的王牌部队 白虎团团部 并搅获了白虎团的团旗 搅获这个白虎旗啊 有一个战士 看得来这个旗子 他认为挺好看 不知道是个旗子是什么了 怎么样 这次旗席打乱了南朝鲜军防御体系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 这次战役 重创了南朝鲜军 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今年八十一岁的刘军 入朝时是志愿军年龄最小的战士 一九五零年 八岁的刘军成为儿童团圆 一九五二年底 刘军坚决要求随部队入朝慰问演出 这一年他仅仅十岁 这个是我和我们团的一个大哥哥 我们两个跳 志愿军与朝鲜小姑娘 战士们都坐在那里 这个呢是在我们挖战好嘛 给战士们鼓劲 唱歌啊 一面唱一面跳那样子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 历史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 迎来了伟大胜利 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后 发布停战命令 全县完全停火 经历了三年多苦难的人民 终于胜利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 刘军和战友们在胜利的喜悦中迎来了祖国的亲人 贺龙率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卫问团来到了朝鲜 志愿军小战士刘军就在当年欢迎的队列中 就排成两行常常的欢迎队伍 那我就去给康克清献花了 晚上我们就搞那个联欢晚会 他就拉着我手走到那个贺龙面前 老贺你看这个小兵 那贺龙 我说小同志你好啊 那我马上正正规规地给他见个经理 他说书长好 后来就对我们军长说了 他说孩子太小 现在停战了 你们要送他回去学习念书 祖国的建设无论是军事方面的 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 都需要有文化 献给亲爱的忠实的灵力的 进步的小文艺战士 刘美英同志 七十年过去了 当年贺龙的关爱 战友们的临别祝福游在耳旁 你的前途 你的未来 是像春天的花 雨后的荷苗 多美丽啊 祖国在前进 我们都有着美好的前途 我们什么时候在相见 那时祖国定是多么的美好 一九五四年 刘军完成在朝鲜的任务 和许多战友一道 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投入到了新中国火热的建设当中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后的今天 硝烟不在 但那场热血的青春 和那些难忘的战场过往 依然在被不断讲述 他叫朱俊贤 是一名志愿军老兵 已经在上海志愿军文献馆 做了十年的志愿者 从七十多年前 参军入朝那天起 朱俊贤就和这篇 《谁是最可爱的人》 以及作者魏巍 有了牵绊一生的缘分 在朝鲜的面业期 我都比一些事 变动上 那么我就讲了 他中共这批文章 是年齐 九八 八十五个四 1951年4月11日 《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篇抗美援朝战地通讯 用深情的笔触 写下了志愿军的感人试迹 并将他们称为 《最可爱的人》 此时 正在上海军干校学医的朱俊贤 读到了这篇文章 他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把美援的这个 恢复作 恢复作能 跟我们的大交流 可以做一点 七岗十年就了 1952年9月 朱俊贤如愿参军入朝 归国后 朱俊贤联系上了魏巍 两人之间保持了 长达四十年的通信 为了 把我们资源去广大的资源 称为最可爱的人 对我们的感应太深了 我们永远记得清楚 永远做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 见证了那个英雄的年代 那段荣耀的岁月 七十多年前 由中华优秀儿女 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肩负着人民的重托 民族的期望 高举保卫和平 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 雄啾啾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 历经两年零九个月 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 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将永远铭刻在 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永远铭刻在 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 无辜为中华好儿女 我们抗美援朝胜利 七十周年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 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只要祖国得安定 本身最苦也尽单 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勇敢地全力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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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会要国家 皇后并为中国 教习皇家乡 中国好儿女 七星团结晉 抗美援朝 大胜美国也行啦